乃哥有碰過機台嗎 有啊 我們錄影有錄過啊 那我跟他完全不熟啊 就緊實一上節目 所以乃哥跟女藝人接觸的時候 都會比較注意一下 我當然 當然 你看我在圈圈 我快40年了 我們從來不逾越的那一個 讓別人覺得說 乃哥 色咪咪的啊 不會有跟雜人一起 剛剛就像我女兒一樣 那個已經變成兄妹啊 就是婦女的那種感覺 那是不一樣 我也知道 別人也知道我們兩個那種感情 那種那種感覺 哎呀 我就講說這個 所以我說平常我們跟女藝人 事實上來講 我們真的都保持一個 一個一個 最起碼的距離 還是自己比較重要啦 我覺得自己一定要 很注意在跟藝人之間的互動 不要讓人家有覺得說 有吃過我們的嫌疑啊 或者是想要載人家便宜的嫌疑 我就盡量必領啦 乃哥有碰過機台嗎 有啊 我們錄影有錄過啊 像我的節目他也上過好幾次啊 但我跟他完全不熟啊 就僅使於上節目嘛 對啊 他也本來本身個性比較犀利嘛 對啊 所以我想 呃 就沒有辦法 因為每一樣兩百種人嘛 對不對 每一個人的說話態度啊 想法 觀念都不一樣 像比較比較激進的人 我們就稍微更小心一點吧 對嘛 所以乃哥跟女藝人接觸的時候 都會比較注意嗎 我當然 當然 你看我在圈圈我快40年了 對不對 我們從來不愉悅那一個 讓別人覺得說 把乃哥 色迷迷的啊 用乃哥 放上手來腳來的 對不對 我從來不去那個 除非有跟張文綺 張文綺就像我女兒一樣 對不對 像張文綺我常常跟他搭肩啊 有時候我露眼會靠著他啊 什麼的 就是 那個已經變成兄妹啊 就是婦女的那種感覺 那是不一樣 我也知道 別人也知道我們兩個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要看人啊 他跟你的關係 跟你的角色怎麼樣 因公司長就太累了 那就是歲緣不好的 也會這樣子 所以顏緣失調跟中風是 截然不同的 哈哈哈 好不好 我那天 我那天 反正錄完影大概六七點 我就直接去掛急診 啊 我其實我 我錄給 錄給醫院的一個部長給他看 他一看的時候他說 乃哥 更開心啊 這顏緣的神經失調 我老婆誘過 他一看就知道 他叫我吹口哨 我播給你看 你看 啊真的耶 太有順目了 嘴巴眼斜就這樣 哦 嗯 所以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錄影錄一天 我只覺得我眼睛干涉 然後呢我就 後來我看到我自己都嚇一跳 然後我就去三種 三種我就照了一個電腦斷層 他說乃哥你放心 你腦袋是18歲的腦袋 但是要 這個要在黃金時間 就是說這個 如果你 你不去看 你不去管他 他一個禮拜之後 他可能恢復期 有時候三個月半年 告訴大家 我就是吃內褲蟲 我當天醫生開內褲蟲 而且隔天我去找一個 很有名的中醫 他是針灸很厲害的 我天天針灸 你不要看我針灸 好 哇 你看 頭 臉 我大概 整個針灸了兩個禮拜 我持續的天天去針灸 會痛難一點 欸 有些會比較痛一點 但是 其實我還蠻喜歡那種感覺的 爽痛爽痛 你知道嗎 吃 我 不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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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